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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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常见动物的骨骼 完全适合各位动物爱好者的需求 大概的浏览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 现在我用一只大象来展示一下怎么使用这套预设 首先选择一个和你的模型想匹配的动物 我在这边直接就使用了Elephant 点击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象的骨骼 这个骨骼外面还有一些box 这些box是给大家摆位置的时候做参考的 大家也可以直接到object模式下删除掉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把这个模型放大一些 大概的匹配到我们模型的尺寸 然后点击右边的edit reference box 然后就可以手动的去修改骨骼点的位置 把它匹配到我们的模型上 我这边为了节约时间 大概的放一下位置 放好了之后点击右边的 match to rig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点击前面的这个yes就行了 如果购买的是拥有动画的版本的话 需要勾上下面的这两个勾勾 然后点击OK就行了 控制器自动生成以后 点击我们的模型 然后按shift加选控制器 来到右边的steam面板 点击下面的bind 这样模型和骨骼就蒙皮在一起了 最好选择它的走路循环动画 这样一只循环走路的大象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好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咱们再来吧